我们从那个东普停车场那边过来 那这边是景祥那个温泉 那我们从这个楼梯上来之后 我们会看到那个东普国小的招牌 那上去之后是一条马路 我们要往左边走 我们要走到那个教会那边 那旁边有一条路 我们要从那边继续往上走 我们刚刚是从那个东普国小上来的话 就是要从教会旁边这条路继续上去 那你如果要走捷径的话 就是往右上走 可以少走一段那个自治型的水泥路 可是上面有养狗 所以就看看你自己 那你如果不想要碰到那只狗 现在有绑啊 早上我不晓得有没有绑 那如果你怕狗的话 你就是走自治型 一样可以上去 我们是从那个基督教教会右边的小路往上走 就会从这边走上来 那我们走上来 你就是沿着水泥路一直往上走 走到这边会有个岔路 那这边有个你可以认这个招牌 认这个招牌 那我们要继续往右上走 我们要继续往右上走 我们要走到菜园那边 再左转 所以你到菜园之前 有岔路 你都不要转 你都不要离开水泥路 好这样清楚了 好那我们沿着水泥路啊 我们一路往上 我们走到这边 那这里有个菜园 那我们要继续顺着水泥路 往上继续走 我们要走到那个 就是往 等一下上去会有一个自治型 我们要自治型继续往上走 然后后来有一个岔路 我们再去右边 我们要去那个开高山南岭 好我们再走走看吧 我们顺着那个菜园的水泥路 一路就是一直往上走 走上来之后 那到这边的话 它这边其实已经变成那个碎石路了 那到这里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这边继续上去的话 你再往上去的话 是没有登山路径 而是你到这里的话 你要往左边走 走进 这里是竹林 你要从竹林这边走进去 它这里看起来就是路径 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人在走 可是其实路径是在这里 走进去之后 就是到路的尽头那边 它那个地上有那个水管 那你就从右上的竹林开始往上爬 那那里就是开高山南岭的起点 就是从那边就开始上去了 所以不要再继续再走那个水泥路这一条了 我们从那个产业道路往左转进来之后 它这里就是一片竹林 那它这个路径看起来就是 这里的竹林看起来比较凌乱一点 就是这一段竹林路 那你上来之后 这里的水管 就是当作让你当作那个记号 我们就是要从这边开始爬上去 这里上去 就是要往那个开高山的南岭 我们要从这里上去 我们今天要来走那个 东浦开高山上那个郡大山的路线 那它原本是一个欧形路线 本来是应该是要从东浦的爱玉亭 然后上郡大山的西南岭那边上去 然后再从旺乡然后开高山这边下来 那因为从爱玉亭水塔那边上去 右边的路线那边有几个危险路段 所以今天就是从开高山这边 上郡大山这样 今天就是从这边上下 就没有从另外那一边 好那目前我们是要往那个开高山南峰 那因为我同伴他不会使用离线地图 结果我刚刚以为他走对路 结果他走错路 现在找不到路 然后我目前在 就是在山腰这边在等他 那如果等不到 等一下就要下去带他 因为他从那个东浦上来 产业道路上来就是路条其实没有很多 那他路线 其实如果没有路条的话 他产业道路的插入还蛮多的 所以也不太好找 我们目前要开始爬升 那他进来树林之后 就是过了树林往上 这边的路径就比较明显 那刚刚刚进来的时候 那边的路线比较乱 那进来这边 往开高山南峰这边的路条 就比较多一点 那等一下回程再拍一下 要上来的那个产业道路那边 那边因为没有路条 所以那边比较容易会搞混 好那我们要继续往开高山前进 那现在就是一路一路陡上 原始的山进 那我们开始来爬升了 我们爬升了一段 那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博坎 一些博坎的遗迹 两边两边都有 好我们要继续往上 我们爬了一段 上来这边又有一些博坎 这边的博坎比较大 刚刚下面那边一些 就是刚刚下面那边比较少 那这边的博坎看起来就比较大 好那我们要继续往上走 我们刚刚是从那边上来 那这边都是一些博坎的遗迹 好那我们走过来 往这边走 因为它这边看起来都是没有路条 路径应该是从这边再上去 从那边 路径看起来是从这边 它那个路径有时候绑的路条很奇怪 就是你在判断路的时候 就是有插路 或者是你要找路的时候 是没有路条 路条都是绑在路中 就是路中间 就是有路径的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绑路条的方式很奇怪 就是你该判断路径的时候 你看不到路条 好那我们要继续往这边直上 路径继续往这边 我们继续再继续抖上 所以你走这个路线 你还是一定要下载那个离线地图 我们从刚刚那个博坎遗迹 再爬上来一段 我们就到达那个开高山南峰 1721公尺 那是一个山自水泥柱 开高山南峰 那我们还是要继续再往上 那它的路径 有些地方有路条 有些地方没有 所以就是还是要稍微判断一下路径 好那我们要继续再往开高山走 开高山是2134 那这里是南峰是1721 所以大概还要爬升400公尺 才会到那个开高山 那我们要继续再抖上了 好真的是越上面越抖 好我们要继续再往上走 好它有些路段蛮陡的 那它沿路是都没有绳子 所以你登山上要戴 手套也要戴 比较有支撑 好那我们要继续再抖上 好它有些地方很陡 好没什么没什么踩点 重点是没什么绳子 所以等一下下山的话 这个都会比较 比较不好走 好尤其是有些路径的土 是比较松滑的 下山的时候都是要特别小心 好那这边有点展望 它这里有个展望点 路径是要继续往上 它这边有个展望 还是有被植物挡住了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是什么山 好有些路段的 林线哈比较窄哦 所以要小心哈 好两旁都是边波哈 所以要小心 尤其是右边的边波哈 比较深哈 爬到一个高度稍微要钻一下 那这边的芒草比较密一点 可是 路径还是看得到啦 不至于用钻的啦 还有一些蕨类啊 好 热心在那边 那这段 兽林 要小心走 很陡哈 然后两边都是边波 很好走哦 那种原始山境很陡 不太好走踏点啊 好 然后这段 很难走啊 因为那个 土质很松滑 然后没什么东西可以抓 然后 很陡哈 便波很深 所以这段 不好走啊 这个走这个都要小心啊 抓瘦根啊 抓瘦根啊 抓瘦根 好 我们经过 就是 一段那个爬升的兽林 的路段哈 上来这边就比较好走 哦 刚刚下面那一段 兽林那边哈 那边上下 应该都不会太好走 主要是因为很陡哈 然后他那个 路径 土质没有很稳哈 那加上没有绳子啊 如果有绳子的话 当然就比较好走 不过这种宽林 还是要找一下那个 路条哈 上来这边没什么路条哈 所以要找一下路径哈 感觉是往这边哈 好 我们继续看到那边有路条了哈 对是从这个方向上去哈 那宽林他这边就是那个杜鹃啊 还可以看到一些 一些杜鹃哈 还蛮大颗的哈 那边看上去好像还有那个柳山哈 好这边有路条哈 照着路条往上走哈 这里的波波度就比较缓一点哈 往上哈 我们要进来那个人造的柳山林哈 那他的柳山林有好几个区域啊 像我们刚刚我们从产业道路上竹林之后 再上来那个区域那边也是柳山林 好我们继续往上走哈 好要找路径跟路条哈 那边哈 柳山林哈 阳光照进来的光线哈 非常的漂亮哈 我们刚刚从柳山林那个方向上来哈 然后上来到这边哈 那边有个插路了哈 我现在看到右边也有路条哈 也是往上面上去哈 左边也有路条哈 那他两条其实都可以 后来会接在一起哈 那就看你是要往右边上去 还是往左边上去哈 那有些人是直接往左边上去 因为你左边上去之后 要到开高山那边会比较近哈 那你右线上去 上到那边 然后再往左走 才可以过去开高山哈 所以我这边我就是直接 往左边走哈 好那这里有路条哈 是左往左上啊 往左上 因为他这里的路径 没有很明显啊哈 左上有路条哈 这里的路径都要稍微看一下哈 好那我们继续再爬升 好那他这段往那个开高山的路啊 就是左线这边哈 他有路条哈 只是比较零星一点 所以你还是稍微要 找一下路条 往有路条的方向走哈 因为他这种宽林哈 就是路径比较 没那么明显哈 所以还是要找一下路条哈 不然就是你又离线地图哈 依照离线地图的方向走哈 好这样你比较不会走偏哈 好这边有路条哈 好这里有些零星的路条 好这边好这边 就是边走边找路条的哈 好你看那这边有路条 我们应该再走一下等一下又到了哈 好我们就走上来这边哈 好那现在我们正前方看到的这边哈 有路条 这边就是要往那个旺襄山的方向哈 他这个路线就是旺襄山南岭的路线哈 我们就是要从这边要上去那个俊大山哈 我刚刚走上去好像是走走过头了哈 那个对高山好像不是在那边哈 所以我又我又往下走哈 往下回来找一下那个对高山的基石哈 刚刚那边就是已经要上去那个旺襄山的路径 刚刚那边就是已经要上去那个旺襄山的路径 哦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对高山的基石哈 在在在下面那边哈 哦那那那他可能你要来这一棵的话 可能要先走下来哈 他就有点就是不在那个要往俊大山的那个方向哈 好在这边一棵三等三角点哈 新中文开高山2164哈 2164哈 好开高山我们就拍完了哈 那我们要走上去哈 我们要走回去那个往那个旺襄山的山径的方向哈 那我们就要往上面走哈 我们走上来这边哈 我们这里看一下路径哈 我们现在左边有路线哈 左边的路线哈 他这一条路线是要下去那个 也是要下去东浦的哈 这一条是那个对高山西陵的路线哈 从这边也是可以下去那个东浦哈 那我们刚刚上来那一条是南陵哈 那一条是南陵线哈 那基本上两条都都很陡 我就是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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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之后也是很陡哈 那我们过来这个方向哈 我们要往上走哈 走回去接那个南陵的路线哈 我们上来这边哈 那这边有路条哈 我们往往往这边走哈 那其实应该是说他这边的路径哈 没有很明显哈 所以他那个路条看起来就是也很乱啦 那我是觉得还是要下载一下那个离线地图哈 会比较安全一点哈 好像我现在走上来 我就是接到我刚刚走的路啦 那刚刚到那边的 刚刚从左线那边的话 其实我是没有走过去那个对高山那边哈 我是直接往上走 要走去那个荒香山的南陵线那边 那我是走过头又从那边又绕下去 就是多多绕一段路哈 那现在重新再接回来哈 那我们继续往那个荒香山哈 南陵那边出发哈 我们现在看到右边那边有路条哈 那右边的路条就是刚刚 右线那边上来的哈 那大概通到这边了哈 那你如果通到这边的话 你如果是左右线的话 你要下去对高山的话 你是走到这边 然后 要从左下那个方向哈 就是这个方向再走下去对高山 那你如果是刚刚是走左线 就是上来之后 就是直接往左走过去对高山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继续往上哈 我们要往那个荒香山哈 出发 走回来刚刚 就是要去荒香山那个路口这边哈 那我刚刚是从那边绕下去对高山了哈 那你其实是从这边下去了哈 那我刚刚是对离线地图所以绕下去这样子 因为这种宽林哈 没有路没有路条的话 你一定要有离线地图哈 你比较好比较容易找路啦 你如果没有离线地图的话 又没有路条的话 那你会找不到路 好那我们要继续往那个荒香山的方向走 那我的同伴哈 那个童大哥 他应该就没有去对高山了啦 因为依照这种走法 他应该是会直接上去到荒香山 因为他不知道对高山是在那个方向 好那我们要继续往上走 他这边的高度大概是两千一两千二哈 所以他这边就有一些蛮大的那个巨木哈 他这边的那个山林的感觉就很像我们去那个 麦麦山跟祭子山那种感觉 那一棵也蛮大棵的哈 那我们爬到对高山 这边等于是路性的一半而已哈 因为这里的高度大概是两千 两千一百多了 那俊大山是三千两百多哈 那就是还有一千一的高度要爬哈 好那我们要继续走哈 我前面这几个都还蛮大颗的哈 我这颗也很大颗 好这颗也非常的大颗 好这颗也非常的大颗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路线是在这边哈 那左边那边有那个帆布帆布寮 好那我们是顺着山进往上走哈 好路旁这里有一颗非常的大颗 好非常大颗的巨木啊 我们过刚刚那颗巨木之后 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路又开始要爬升了 不过他这里爬升的路段是比较 就是比较安全 我们延续斗上 我们上到一个比较平缓的区域 那这里大概是可以扎营的营地 那这边也有人 因为是主东西的地方 这边也是可以单个营地 因为这个路线也是有人走两天一夜的 就是右边右线那边也有人扎 就是郡大山西南岭那边 那边有营地 那这边其实也是可以扎营的 那这个腹地是蛮大的 那我们再继续往上走 我们过了刚刚那个营地 那一路上来都是那一种松针的缓坡区 那我们现在是往一棵山头前进 那我们要继续走 那这一段不会很陡 算好走 那路径也蛮明显的 那还是要照着路条的方向走 因为一样还是有一些插路 那插路的话都不要乱走 后面的区域不要多 那后面有建筑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有建筑 那你可以稍微抓一下那个建筑 我们目前还要持续爬升哦 我们要先上到那一棵山头哦 然后再往旺乡山 旺乡在这个方向哦 还有一段距离哦 大概还有 可能大概还有 一两百公尺要爬吧 好 那我们要继续走哦 我们正在连续爬升哦 我们到上面才到那一棵没有名的山头哦 这段也蛮陡的哦 那等下过山 等下过山头要往旺乡那边也是都陡上哦 所以这个路径也是蛮蛮辛苦的哦 好 那我们要继续再往上走 爬了好久 终于上到那个山头哦 我的妈 这一棵真的是 后面很陡哦 我们过完山头之后哦 他就开始在下降了哦 那希望不会降很多了哦 如果降很多 等一下要爬上去那个旺乡山哦 所以你降越多 等一下要爬多就要爬越越陡哦 我们过来一下哦 左边这边有个小营地哦 那路线是要继续再往林线继续上去哦 那左边这边有个小的营地哦 好我们要继续走哦 我这棵 这棵不知道是扁薄还是双树哦 我这棵非常也是非常大棵哦 那过了营地哦 又要开始要陡上了哦 这边要小心哦 那这边开始有一些 比较 路径比较窄的地方哦 那旁边都是边坡 所以这边要小心哦 哦 我目前正在休息哦 大概走了五个多小时哦 那还没到那个旺乡山哦 目前就是就是过了那个营地之后 要往那个旺乡山最后的这段爬坡哦 那这段也是蛮陡的哦 大概也是要爬一两百公尺哦 才会到那个旺乡山哦 所以先在这边休息哦 那早上是大概是四点 不知道四十还是四点五十出发的哦 那爬到这里现在是十点哦 大概五个多小时哦 那我们预计到 郡大山可能大概要七个小时 应该是七个多小时了 才因为他只要上到那个旺乡山哦 路就会好走许多了哦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走 好我们休息了十分钟哦 好那我们要继续往旺乡出发哦 好他越上面 他有些那个路段啊 就会比较危险一点哦 小心旁边都是边坡哦 不要滑下去哦 原始上面有一些松针啊 所以你的踩点要找好啊 我们一路要继续往上啊 那这边已经开始有点有点景可以看了哦 其实我们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那个郡大山啊 郡大山在那一边啊 我们要继续往上走啊 好这里要小心啊 要小心过啊 我们现在看到左边那边哦 那边就是那个阿里山山脉哦 水洋森林的那一边哦 蛮漂亮的 我们快到旺乡山的爬升的路径啊 那这边有个展望点哦 那这里不要太出去哦 这里是边坡哦 那旺乡山哦 就是这里哦 这一棵哦 大概 我觉得这大概再走个20分钟应该会到哦 那我们上去之后 我们要过去郡大山哦 那郡大山就是现在我指的那个地方哦 好那边的山头 那一棵就是郡大山哦 如果我们上到林县那边就会比较好走了哦 好那我们要继续赶路哦 我们要从这边哦 我们现在看到的右边这边哦 我们可以看到郡山北峰跟北北峰哦 那后面这一棵就是郡山主峰哦 展望越好哦 这边的处也很漂亮哦 哦 这里就很漂亮哦 这里就 风景就很开阔了哦 不过要小心哦 这边下去都是巡人 这边瘦点这边要小心 哦 哦 这里的风景就很漂亮哦 哦 哦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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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蛮陡的 不过没有很长 所以再坚持一下 都已经爬到这里了 我们继续再往上走 我们从这边爬上来 这里看起来有点像岔路 可是左边的路不要走 还没 我们要继续往右上走 因为到旺乡山的岔路还没到 要到那个岔路的时候 再往左上走才会到旺乡山 所以不要这里就走了 还要再上去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再往右上走 我们经过一段爬山 那我们继续上来之后 那这里有个岔路 可是这个岔路没有很明显 你如果上来之后 路条大部分看的话 往右边 这里是要往那个 郡大山北风 就是往郡大山的方向上去 那你如果直接要往那个旺乡山的话 你要往左边那这里有路条 可是路径比较没那么明显 从左上上去 就是往那个旺乡山的最高点 那我是要先往那个 郡大山北风这边上去 然后往右边上去 那等我去郡大山回来之后 我再去旺乡山 然后我才会从左线这边下来 所以我现在是要往右边 往那个郡大山北风的方向走 这个岔路比较不明显 所以要稍微要看一下 好我们要继续出发 路比较密 所以要钻一下 钻一下 路径没有很大条 所以小心走 这是建筑路径 那有些角度都要钻一下 它这里也有井 不过要小心 有井的地方可能就是那一种 钻坡的地方 所以小心小心 我看一下 还蛮漂亮的 不过已经快接近中午 开始有一些云雾了 这一段建筑路没有很好走 这里路径比较小 没什么好走 没什么好走 因为它建筑很密 一直挡住视线 也要一边拨建筑 一边走 因为它路径也没有很大 这个建筑都挡住路径 不晓得 旺香山上面有没有比较好走 等一下回来走旺香山上面那一条就知道了 如果旺香山那边比较好走的话 我是觉得那就走上面的话 应该会比较好走 应该会比较好走 这边的建筑我觉得有点密 你看这边路径都被挡住了 不拨开的话看不到路了 那上来这边有岔路哦 我们是从这个方向上来的哦 那上来的话 我们要往这个方向继续上去哦 那这棵树的左右两边都有路哦 那不要走啊 我们我们继续往往这个方向走 这边的建筑比较 比较没那么长了哦 我们继续往那个方向走哦 因为我的航机是往这个方向的哦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哦 上面那边是有路条的哦 那我们要继续往上走的哦 我们过来我们要往那个 岩线的方向走上去哦 往上走哦 我们快到那个 岩线路径了哦 其实它都有路条哦 路条都被 有些都被植物挡住了哦 我们上来之后啊 这一条 我们接到这一条啊 我们往右边走 我们就是要去那个 俊大山北峰哦 那我们如果往左边这个方向去哦 就是要去那个望向山哦 那我们现在继续往右边走哦 那目前也是都是那个 建筑林的路径哦 只是因为它这里比较多人走 所以它那个建筑不用不用钻了哦 我们现在看到那一棵尖尖的哦 那一棵应该就是那个俊大山北峰了哦 好 我们要继续往那一棵出发 路上那这边就有里程柱了哦 这里是1K了哦 那我们要继续往北峰走哦 那这里有些变色叶植物哦 还蛮漂亮的哦 不过不太妙 感觉下午会下雨哦 好希望等一下 12点多之前就可以要开始下山了哦 好 我们继续走 北峰哦 那目前就开始就是 开始要躲上的一些路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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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绳子哦 这边的地形就比较陡一点哦 哦 好 他这段爬坡上去应该就快到那个北峰了 哦 好 我们继续走啊 最后的一段的爬升哦 蛮陡的哦 哦 哦 山下已经看不到景了哈 那云雾都上来了 好 现在大概十点半吧哈 还没十二点 还差一点哈 哦 浸大山北峰哈 在那边 我们刚刚是从那边过来的哈 我们已经快到北峰了哈 还差一点点哈 哦 应该这里上去就到了 哦 他这边也是很美道啦 好 我们目前看到2K的里程柱哈 可是那个北峰还没到哈 北峰还要继续在 我们现在再往前走哈 不过他就是你上到刚刚那边的山倒之后 再来这段林线 就没什么爬升了哈 他的爬升幅度就比较小了 好我们要继续走 你们要不要带一个那个打一下 好我们已经到浸大山北峰了哈 好就在这边哈 那我们要继续往那个浸大山哈 那他这边是2.2K哈 那继续往浸大山的路 就从这边走 那我们过了那个北峰之后哈 那他这边往那个浸大山也就是 林线路径哈 那他这边的起伏就没有那么大了哈 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距离的哈 再看看要走多久哈 好我们要继续走哈 我希望不会下雨了哈 不怕摸黑啦就怕下雨而已啦 看到在云雾之后那边哈 浸大山就是在这个方向哈 我还要先下去然后再稍微再爬升一下哈 好这是浸大山哈 最后要爬步的路段哈 没有很陡的哈 好 好最后一段哈 快到了哈 快走 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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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们最后剩大概300公尺哈 就到那 就到峻大山哈 那我同伴大哥说 上面塞车哈 那因为现在已经12点我看一下 我现在12点25了哈 怕说那个 等下塞车上去 下来 又要塞车的话 就怎么讲 这样子可能回尘的时间就会摸黑了 所以后来 峻大山就不去了哈 好那我们目前我们就是撤退了哈 那我们就回去拍一下北风跟那个 旺襄山哈 那我们就直接在下开高山哈 不然现在12点半回尘的话 应该会摸黑 会来不及 因为我们刚刚上来就走了 大概七个半小时哈 所以大概等下回去到东浦那边 至少还要走六个小时了哈 所以我们就不上那个峻大山哈 因为那边就是 人太多了哈 也塞车了哈 好那我们继续就往下了 往下走了哈 那个人人多好要一直交会哈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坐车哈 从峻大林道那边上来的哈 那他们上来这个时间上去再回去的话 也是比较没有时间压力啊 峻大山北风哈 我们拍一下再走哈 好目前是一点哈 我们在北风休息哈 吃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回程了哈 那天气其实已经变得很不好哈 不晓得等一下不会下雨了哈 好那我刚刚有问我的同伴 彤大哥哈 他的意思是说 那个峻大山最后300公尺那边就是 有人要上去有人要下来 那因为路径很很很窄哈 就是势必要有人先离浪啦 那这样子的话时间其实会拖很短哈 所以我们最后到300公尺那边 我们就没有再上去了哈 我们就往回走了 回到那个旺乡山那边哈 然后再从那边下去开高山哈 好我们现在走走看吧 我们目前在下北风的路上哈 那路径是都还蛮陡的哈 要小心走哈 那这边其实也是都没有绳子哈 所以要注意 注意踏地 好路径在那边哈 连续的下坡路段哈 我们回到早上来的岔路哈 我们早上是从左线哈 左边这边上来的哈 那我们现在要继续直走哈 我们要往右直走哈 我们要去那个旺乡山哈 我们要往右直走哈 我们往那个旺乡山哈 我们走那个郡大山步道哈 往那个是比较好走啦哈 比我们早上要上来的路好走许多哈 那等一下再看那个旺乡山下南岭那一段哈 好不好走 如果好走的话哈 那以后建议就是 如果从开高山上来的话 就直接先从那个旺乡山先上来哈 再从俊大 步道哈 俊大山步道去那个俊大山 这样会比较好走哈 那我们就到达那个旺乡山哈 那我们就到达那个旺乡山哈 我们是从东北温泉上来的 开高山走上来的 好累啊 从哪边接 我们是从这边上来的哈 就是俊大山步道哈 那我们上来这里是旺乡山的三角点哈 那右边就是要下去那个俊大林道哈 就是从这边下去坐车子的哈 那左边这里就是要下去那个旺乡山南岭哈 我们要从这边下去之后 会接到早上往往右边去的那一条哈 那我们要从就是从那个岔路那边 再往右转哈 下去那个开高山哈 那这一段都是下坡了哈 我们就走走看哈 好我们直接下去了 下来这边满陡的哦 可是有路条了哈 那这边有路条 好这边有路条 慢慢走哈 我们要走回去 早上来的那个岔路那边 很陡 很陡哦 他这个整路都是松针哈 所以你那个拐杖要用哈 还是那个建筑要抓哈 因为他那个路径蛮蛮蛮蛮暖的哈 不过感觉是比比另外那边好走许多了哈 比早上我们往右线那边好走很多哈 因为早上那边的建筑实在太密哈 不好走哈 他这边是很陡啦哈 可是路径明显哈 慢慢走哈 好那目前下来哈 他这条沿途都有路条哈 所以我觉得 下次如果 就是你要上下开高山的话 走这条会比较 比较好走哈 稍微看一下哈 那这个路径还是 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哈 刚刚差点走错路哈 那树林里面有时候都会有一些 看起来很像插入的路哈 所以要稍微找一下路径哈 大哥在跟人家讲话的声音耶 想不到这边还有人走哈 你要走下去再看看是碰到山友是不是 目前走这条 其实这条也没有很好走哈 他这条其实也很陡 不过他这条就是路线 路条帮蛮多的哈 可是很陡哈 要稍微找 有时候也要稍微找一下路线哈 你看他这个也是都蛮陡的哈 那我们有碰到一位山友哈 他今天是走那个 东浦开高欧行俊大山哈 那他现在要跟我们一起下 下到那个东浦那边下去了哈 那他说欧行那边其实也不是很好走的哈 所以基本上这条路线都不是很好走哈 我们下来这边哈 我们就已经接到早上那边的插路哈 好这里就有插路哈 我们过来哈 我们早上就是 从左边这个方向哈 我们上去那个 峻大山北峰哈 我们就是从这边上去的哈 那我们现在是要往右下 往右下走哈 我们要下去那个开高山哈 所以这个插路是比较没那么明显了哈 那你说好不好走 我觉得两条都不好走 南宁县这一条是比较陡哈 可是他的路条很多 那右边这一条是建筑很密哈 然后路径很窄哈 所以这一条也不好走 那就看山友自己怎么选择哈 好那我们要继续下山了哈 这张是临线上面 觉得路线怪怪的哈 就赶快找路哈 修正哈 在临线上面哈 刚刚走下去那边哈 那不对哈 他走在临线上面哈 好这里要小心 好早上我们就是在这里拍 那个玉山的风景哈 风景照哈 好这里一个展望点哈 现在已经都是云雾了哈 好这里下去都是悬崖哈 小心啊 好路径在这边哈 好路径在这边 好路径在这里 下去要小心一点哈 好路径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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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回到一个营地 那等一下下去那边还有一个营地 那里有一棵非常大的松树 那我们要继续走 我们回到那一棵小山头 没有名的山头 那我们这里就是一路开始走下 到那个开高山 好现在是2点20 好我们继续走了 这片山坡全部都是松树 非常的其实看起来非常蛮漂亮的 那路径上都是松树 小心走 这个是另外刚刚我们上来营地那边 这是我们从开高山上来到旺乡中间 这边这里就是第二个营地 我们刚刚也有经过一个 那这个营地腹地比较大 如果要走两天一夜的话 可是你如果要走O型的话 就不是扎在这边了 因为这里其实离东埔温泉 其实也没有很远 那过这里之后又要开始要抖下了 过营区之后这边又要开始要抖下 它下坡路段有些路段的那个落叶比较厚 那个都比较滑 所以下去的时候那个踩点要找好 尽量避开那个很厚的落叶的地方 不然很滑 而且它可以抓的地方很少 所以登山帐要带 比较不会有滑倒的问题 那我们要继续再往下走 这都蛮陡的 就是整路都有路条 那你就是照着路条走 你只要走在正确的路径上 就会有路条 我们已经下来了 我们下到那个 快到那个开高山的插路这边 那我们就是直走啦 这边就是直走 我们直走到等一下那个开高山那边 因为早上上来的时候 这边的路线有点混乱 因为它开高开高山的那个基石 它其实是你要另外再走过去 你如果是要直接上旺乡山的话 你会怎么讲就是忽略那个 那一颗最高山的基石 因为它其实不是不在路径上 是你要再走过去走过去那边 好那我们过来啊 现在左边左边的插路 就是等一下下去那边 右边的插路上来就是到这边 那我们要继续走 我们继续直走 我们要从早上上来的地方 再从那边下去 我们早上是从左线那边上来的 就是从那个柳山林那边 那边的插路 我们是走那个左线上来 那个旺乡山这边 好那我们就继续顺着路条走 我们早上是直接从中间那边 就给人家切过来了 好那这边下来之后 前面就有一个插路 好那这个插路就是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插路 好我们下来到这边 好插路这边 左边就是要 左边就是要回去那个 开高山南岭的路线 那开高山的基石 就是在正前方 这个很多路条那个地方 那开高山西岭的话 就是从右边这边 这个角度下去了 那因为开高山我们已经有来了 那我们现在是走左边这边 接回去那个开高山南岭的路线 因为早上我们是走到那边 我们没有走过来 我们就直接切上去了 所以才会路线才会搞 我们就往左边走 我们就 原路回去 我们就往那个开高山南岭的路线回去 我们就不走那个西岭那边 过来其实他那个路线 就是他那个路条其实没有很明显 难怪会会会就是怎么讲就是乱走 像我走过来这边的时候 早上我就是从这边走上去的 那你如果要从这边看到那边的路条 其实你没有注意看的话 你就会错过那个往开高山那边的路条 我们早上是从这个方向上来的 那我们是直接往上面望乡的方向走上去 那左边那边就是开高山那边有路条 可是你没有注意看的话前面也有路条 所以你就忽略左边 我们过来之后我们要往右下往右下走下去 我们要往那个地方走 到这边是都有路条 就是到那一个转角 好了这边他如果有一个标示就是直行往那个望乡山 那左转往那个开高山的山脚点跟西岭 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搞混了 好那我们要从这边下去 我们早上从这边上来 回到那个岔路口 那我们要往往那个那边下去 那那边就是右线 右线 你如果没有上那个开高山 直接走右线 然后直接上那个望乡山也可以 那你如果要去开高山的话 那就建议你走左线 上到那边 然后再左转去开高山之后 再去望乡山 好那我们一样原路回去 这里就是那个 等一下下去就是有一片那个柳山林那边 那目前这边就是那个松树区 我们已经离开 缓坡区了 我们现在开始要 要走那个寿林 开始下坡 那这一段就比较危险 那这一段真的就是要 小心一点 我们要下到 下一段可能快到那个 开高山南峰 那边的路就会比较好走 这一段寿林会比较危险一点 因为它比较陡 而且 有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抓的地方 所以这段就是千万小心 OK 好 它这里就不好下了 它旁边是编拨 哇那它这里有踩点 可是 没有支撑点 这里要有绳子 这里没绳子就是 踏的地方不能滑下去的话 不得了 有树干可以抓就抓树干 那没树干抓的话 应该有没有树根可以抓 这一段就比较不好下了 你看这一段就没有地方可以抓 小心 这里也很难下 没什么 支撑的东西 那两旁都是 都是编拨 好 我走到中间那边下去好了 不然他旁边有编波 跟他走起来压力很大 零线那边我不走了 这个有点像那个山沟 这个如果下雨就是水在走的路 那这边路径应该是也有路径 就是同一个方向下 滑倒了 也是很陡啦 上面都是 因为是同一个方向 所以下去应该没关系 我还看得到路条 对了 好像这种滑倒 是还好 不要再 不要再就是不要再那种危险路段滑倒都还都还好 我们从这边下去开高山南岭下断浦温泉 我是觉得比那个望乡山南岭要下那个开高山难走 它真的是很陡又很滑 它上面很多那种阔叶树叶 而且它那个土质都很松软 虽然很滑 加上它没有绳子 我真的是一路滑到底 这个走 不是这个下山的话真的要小心 不然这个真的很危险 好 我们继续下 下到开高山南丰了 好 那就代表我们快到东浦温泉了 大概还要一个小时吧 我再猜 好 那我们要继续走 没有要休息哦 最后要接竹岭之前的柳山岭这一段 这段的路径蛮滑的 而且它这段的路基比较不明显 早上要来的时候 在这边就稍微有再找一下那个路径 没有很明显 那我们下去之后就会接在竹岭 好 我们就接到竹岭了 竹岭路径也没有很清楚 那我看也没有路条 所以还是要稍微找一下那个路基 早上我在这边也有稍微找一下那个路径 注意看 有啦 可是你要注意看 因为它这个竹岭不是很密的竹岭 那所以看起来 那个路径就会好像都有路径这样子 你看我们过来这边 我们过来这边 左边这边也有路径 那右边这边也有路径 那我可能要看一下航基 我看一下我早上来的方向 那我早上是从这个方向上来的 从有水管的这个方向上来的 那这边都没有路条 好 那我们要继续往下 所以这段也是很陡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路口了 我有看到路口那边的水管 往左边 左边就是出口了 好 这边就是出口了 好 那这里有个水管 可以当作记号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我们下去那边 还要接那个就是我们爬上来的那个 水泥的产业道路 好 我们就回到那个水泥路这边 那么回到这边 我们要往往右走 我们早上是从这个方向上来的 那基本上回到这里 就好走了啦 那这里就是 现在是石子路啦 等一下到菜园那边就是水泥路了 那就是一路往那个 东浦温泉那边走下去了 那我看一下现在几点 我现在4点51 那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走比较快啦 我们回来我们是1点的时候 我们是从那个 郡大山北风开始走 所以我们走了 2点3点4点5点 我们走了其实差不多4个小时 就已经下完山进了 那我们再走回去东浦温泉 大概半个小时吧 那大概就是回程的话 4个半小时就走完了 那去程的话 走到郡大山快到郡大山那边 大概是7个小时半那边 因为我们有半个小时 那个大哥迷路 我在我在等他 所以大概是7个小时了 那这样加起来 大概就是来回的话 大概12个小时到13个小时差不多 不过这个路真的是蛮硬的 因为我之前去走那个 奇来北风一日来回 就是从那个 出发到奇来北风 也才走了5个小时 这边要走 快7个小时才到郡大山那边 那最后很可惜啦 就是快到那边 因为就是塞车 就是有上山跟下山的人 那就会耽误到时间 所以最后就 郡大山就没有上去了 那没关系啦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来 那刚刚有问那个走O型的山游 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 再来走一下那个O型 因为我问他那边 那个横渡跟封闭的路线 到底要怎么走 可能也不是很好走啦 我觉得 好那我们就先下去那个 东浦温泉那边 中文字幕发展至录像中文字幕 和美月 majors 计划面 计划面 我回到他们 都想象派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